非常的感恩 感谢天师德 感谢师尊师母大德 感谢我们 理老典师的慈悲 在灵影中心为我们作证 还有各位典师的成全 让后学能够有机会 跟各位典师一起来学习 那方才聆听了 我们主班典师的一席话 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慈心 那一份悲怨 尤其在这个疫情当头 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谈的米勒阴眼 其实米勒剑鼠 就是一个非常有慈悲心的 以慈为那一种姓氏 那这样子的一个阴眼时代 那这些白羊天使米勒剑鼠 我们尤其重要 叫做白色的力量 白色力量是今年的这个白羊的 白羊液经跟我们讲的今年的卦 就是一个白色力量结起的卦 那换句话说 白衣天使跟白羊天使都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也跟我们今天这个 这一堂课 米勒大师音言也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好 那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后学播出来的 那我们就准备来进行今天的课程 好 那我们先从这个时代的音言来谈一谈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叫做末华 末华时期其实不是我们 只有我们白羊道场在讲 这是在佛教里头 佛华它本来就分三个阶段 所谓的正华时期 向华时期 末华时期 那正华时期是 释迦牟尼佛入灭后的五百年 向华时期在往后算一千年 等于说一千五百年 然后末华时期在往后算一万年 好 所以如果根据佛华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来到末华时期 那末华的众生呢 它的特征就是烦恼特别重 烦恼藏重 但是呢 就因为烦恼藏重 所以特别期待 能够听到真正的好的道理 能够得到救赎 就是说 能够灵性得到超生 那这个是末华时期的一个众生的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的它的特征 但是末华时期的众生呢 它也有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时期修习佛华 很多人都着重在明文里 真修实证的人 反而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把佛华当成求平安 这个无灾无病 多祈求先佛保佑 甚至有人用它来求升官发财 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谈弥勒音言的时候 我们先会来思考 这个时期就是末华时期 末华时期的众生 到底适应的是什么样的修行法门 它能够最符合现在众生的希求 当然讲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把整个天使道运 稍微做个介绍 其实它总共分三个阶段 清阳弘阳跟白阳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那清阳弘阳呢 大概各三千年左右 清阳弘阳修行者呢 只要你发心修行 通常呢 得要把家 抛家就是要离开家 然后不可以待在家里 那舍业就是说 那你要放弃工作 抛家舍业 那这样子就一了百了 然后到深山鼓洞寺庙道观 这样子去修 这种修行的方法 如果以现在来看 那现在不是我们现在人有办法 全部都这样子 如果大家都抛家舍业 那不出三十年 可能人都没了 那所以我们来到白阳期 肯定跟清阳弘阳的修行方式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可大可久 可长可眼的一种修行方法 来适应现代人 这个就是白阳期 特别的修行法门 那我们现在就身处白阳期 所以我们不能不了解 我们现在的修行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 处在白阳期 照理讲应该修这种先天的法门 结果修到后天去了 还跑到弘阳期的那一种修行法门里面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 清阳弘阳白阳 尤其白阳期 它的真正的意义 还有修行的方式 如果这一点没弄清楚 有很多人就是修修修到最后 就跑到别的地方去 跑到华门 别的华门去了 那很多华门都还是 停留在以往的那种 有点像我们讲的 弘阳期那种修行方式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整个白阳期呢 其实重点在弥勒应运 因为它涨天盘 所以我们的修行法门 一定跟弥勒应运 涨天盘有很大的关系 那弥勒应运 涨天盘呢 它的修行法门 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是以家为基础所建构的 那以前呢 青阳弘阳它是抛家舍业嘛 抛家就是不要这个家 你不可以留在家里面修 那现在呢 我们要以家为基础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 还有 着重在生活当中的修 也就是说 日常生活 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这个是重点 就是说白阳期的两大重点就是 修道呢 不离生活 不离做人 把生活呢 让道就在生活当中 不是说只有寺庙道观才有道 生活当中要有道 所以真正 那种境界很高的修行者 他是在红尘当中修 不是跑到深山古洞去修这样子 红尘当中修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过一般我们看起来 一样的生活 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 是他生活有道 那同样是做人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很有德性 做人有德 就这一点不一样 就差很多 如果以前清阳弘阳 你要修 当然你一发心 你一了百了 你抛家舍业 那变得很好修嘛 因为到深山古洞寺庙道观 都很清幽 也没有什么干扰 也没有什么诱惑 怀恼 那我们不一样 我们修完道之后 还回来自己的家 还回到自己的工作 我们一样 每天明天起来 还是要做的事情 跟今天一样 要上班 要工作 甚至有家庭 很多事情 求完道之后 要修道 并不是要离开这些 言有的生活 而是说 当我们开始修道之后 让我们的 以往的这种生活方式 开始做调整 以往的心态开始做调整 叫做修嘛 修自己的脾气毛病 不一定要到深山古洞修 反正在生活当中 修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有锻炼的机会 平常 某一个人 或是某一件事 常常会让你很心烦 或是常常 就是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在生活当中 现在因为有修 开始呢 能够把它化掉 甚至呢 让这些不再烦恼自己 就生活开始有道 然后呢 那种 人与人之间 开始呢 展现那个做人 有那个德性 这一层面 所以 我们的白洋法门 是 为什么我们读米勒真经也好 读未来庙典也好 他告诉我们说 以前青阳弘阳修回器的 各两亿嘛 四亿 这个时候都要再下来 然后以最后一次修的为主 为什么 因为前面两次 你如果有心要修 你抛家舍业 到深山古洞去修 到寺庙道观去修 但是 是很好修 没错 但是有一部分没有 没有锻炼到 就是在生活当中的锻炼 在家里面的锻炼 好像在 家是火载嘛 在火中灾连那一部分 没有锻炼到 所以 我们呢 有可能大家 其实都是青阳弘阳 时候有修的 回去了 现在再来 为什么 要补这一段 补白洋棋的修炼 缺这一段 就不严满 所以 白洋棋的修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道跟教 不一样的地方 好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 要谈这个课题的原因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内涵 好 我们先从 弥勒 这个 这两个字 来跟大家做介绍 因为我们讲 弥勒音言嘛 就来谈弥勒 其实弥勒就是一个 以词为性的修行者 最后成就了一个 弥勒菩萨 然后到弥勒佛 这样子的一个 一位很特殊很特殊的修行者 好 那这一位 很特别的修行者呢 在很早以前 他本来是一个仙人 在修的时候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说 早期的修行都是要抛家舍业 这样才有办法清修自己 他就在山洞里面修 那只有一个人 怎么办 他就 对着 一群兔子在说话 因为像我们 像我们很好啊 我们随时讲经说法 讲道理就有人听 那 真的是很幸福 即使现在 疫情当头 我们也可以透过网路 后学的感觉是 现在比以前还要忙 因为课很多 多到难以想象 以前根本不会有这么忙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是很幸福的 我们可以 有很多机会来讲经说话 然后有人来听 可是以前不一样啊 以前你要讲经说话 那要有人来听 不容易 所以他就对着一群兔子讲经说话 有一天 这个 他所在的地方 发生了森林大火 那烧啊烧 但是他在山洞里面是没事 可是呢 如果外面都烧完了 所有有生命的动物都跑光了 那能吃的东西可能都没有了 所以 那个兔妈妈就跟一群兔子讲说 你们赶快走吧 我准备要留下来供养这个仙人 说完就跳进火里面 那兔妈妈跳进去啊 后面的兔妈妈就一只一只跟着跳进去 那他们都要供养这个仙人 等到大火烧完了这个仙人出来一看 他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 当然 他深受感动 从此也发心 以后不再吃众生肉 在经典里面当然也有记载到 后来 弥勒因为以慈悲 作为修行的起 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就是说 修行者就是要发慈悲心 所以呢 生生世世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他来投胎 转世再来修的时候 像这边就有一个记载 他说 波罗奈国的波罗摩达王 有一个辅相亦有一个男婴 这个男婴其实就是弥勒 投胎再来的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诸佛菩萨 他们都是 经过不知道多少世的修行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每次来 沙坡世界投胎为人 或者是到不同的 这个沙坡世界去 然后投胎为人 就是为了要修 然后等到这一次完了 再投胎 再修 再修 不断的修修修修修修 这样的 往上去提升 然后 这一次米勒再来的时候 已经修的相貌堂堂 既有三十二相 这个好庄严 而且身为子金色 知容景特 那男婴的母亲 原本脾气很不好 很容易发怒 但是自从怀了这个男婴之后 个性就产生很大的转变 心境变得很柔软 慈悲 所以 米勒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会以慈 当作性 就是他 累生累世 都是以慈悲心 作为他主要的修行 就算他 妈妈怀他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妈妈 那整个性情就变得很慈悲 好 那 米勒呢 他比较多的时期 并不是用出家人的方式 这个 即使在世尊那个年代 世尊那个年代 你要修大部分都要出家 跟着世尊 那 世尊那个年代 米勒来祝化 祝化就是一佛出世万佛有 他是祭凡夫生 所谓的祭凡夫生就是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并没有剃度出家 所以叫做祭凡夫生 所以 他来 那个年代叫做二亿多 世尊那个时代 世尊在讲经说法 他来祝道 祝化 他看起来像我们一般这种凡夫 凡夫生 然后就跟着世尊 在一起修 不过修的方式不一样 不修禅定不断烦恼 修禅定要跟着在那边打坐 清净的修 然后在那边修这个 入这个定 然后断这个烦恼 可是米勒不一样 米勒不修这一套 所以 弟子们就请问 这个世尊说 到底这一位 有什么特殊的因言 为什么跟我们的修行方法都不一样 可能那时候的二亿多 视线出来的就是 跟大家不一样的一种修行方法 然后 佛就因为这样子的请问 就说了 米勒三经 就是米勒上身经 下身经 大乘佛经 而且还意言说 这个人 今后 就是十二年后 会命中 然后他去哪里呢 命中之后 会往生都帅头天 那都帅头天就是一个 下一个要来的佛 叫做补处佛 补处佛 就到那个地方等待 就是在释迦摩女佛之后 要来的佛 原来是这个阿异多 也就是米勒 所以米勒就变成末法时期 众生的大归一处 称为米勒建树 这个就是在这个经典里头 佛说观米勒菩萨上身都帅陀经 里面就记载说 他修行的方式啊 跟人家很不同 那个年代都是修禅定断环绕 他不修禅定不断环绕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带有凡夫的身体 那我们还有工作 有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 但是我们就是带着烦恼修 这样子烦恼及菩提 那以前人一出家 就所有一了百了 因为离开家放下工作 那就到深山古洞师庙道观 就可以专心修 没有什么干扰 没有什么那些会影响我们的心情的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 所以那个就是修禅定 很容易断环绕 但是他这凡夫生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虽然已经求道修道了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烦恼还是很多 那有的甚至是家里的烦恼 道场的烦恼也加进来 那很多的烦恼 其实这个是 米勒就是这样的 他当年就是这样修 但是我们可能缺了米勒的 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后面我们会讲 好 然后这边经典里面记载到 他有五百万亿的天子 跟着他 所谓的天子 不是那个 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 那个 皇帝那个天子 不是 他是 五百万亿的这个 我们用现在话来讲 就是说米勒建属 跟着他修 然后 供养 供养就是辅助米勒成大道的意思 然后能够帮助他成就 这个一生补助佛 就是 那个未来佛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米勒建属 来帮助他 好 所以米勒又称为 未来佛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他是 释迦摩尼佛之后要来的那一位 兜率头天其实就在三界以内 离我们这个沙坡世界非常近 为什么要这么近 因为这样才能够观看人间阴眼 好 然后等到阴眼成熟 就下身开龙华三会 龙华三会呢 根据未来妙典的记载 他是同时开 好 一次开三场 分上中下 好 开三场 看我们修到什么 层次 我们是在下圣 我们是在中圣 我们是在上圣 去参加不同层次的龙华会 好 然后要准备度回 九六亿元佛子 那 不是前面有修了两亿两亿 清阳弘阳各两亿吗 怎么还是九六亿 因为清阳弘阳修回去的 这个时候都要再来 好 根据未来妙典里面记载 老祖师手上有一颗 老母 次令的 都天印 这个都天印就是 可以号令 西天不留一菩萨 里天不留一佛子 通通都要下来 所以四亿都下来了 那 这样 就是九六亿嘛 其实九六亿就是乾坤 所有都要度回去的意思 因为天地要结束了 收束了 不过时间也会比较长 有一万零八百年 前面各三千年 那个 好像在做议备阶段 先度一些回去 等着白羊旗下来大帮助到 大帮助到 那 这个时候 通通下来 所以加一加九六亿 那时间也会比较长 就是一万零八百年 那我们现在才来到 白羊旗的一百多年 所以大家 还有很多很多努力的空间 那 弥勒下身的时间 按照佛经的说法 它叫做时间说 五十六亿万年后 那我们到场就是条件说 我觉得条件说会比较合理 怎么说呢 因为 米勒来的 如果按照时间 五十六亿万年 可能太阳系都不存在了 那条件说呢 比较合理 怎么说呢 因为人间净土如果实现 米勒 没有 没有 不来的那种 情况 因为都已经人间净土实现了 米勒当然会来下身 会来开荣华山会 条件说比较合理 好 好我们来看看 米勒呢 历代以来的硬化 本来有十三次 这个是在未来庙典 金公主是自己来讲的 他单单在东土 就已经降世十三次 但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四次 最早是在梁武帝时代的傅大士 傅大士就是大家熟悉的 他呢 穿着 叫做齐装衣服 身披驾杀 头戴盗冠 这个 脚穿如礼 在那个年代 确实是齐装易服 因为那个年代 还没有 三教合一的观念 他去见五弟 梁武帝 这个梁武帝 讲到梁武帝 他的因言很特殊 达摩来也去见他 傅大士也来也见他 这个 五弟就问他说 你是和尚吗 这个大士就用手指着道观 不讲话 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看嘛 然后又问 那是道士咯 因为他手指着道观 然后这个大士呢 傅大士又用手指着脚 穿的儒礼 这个 儒生所穿的鞋子 代表我是儒家 可是他没讲 嗯 然后再问 是俗人吗 傅大士用手指着身上的架杀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其实他是在启示那个梁武帝 但是 梁武帝那个年代 怎么可能会懂三教合一的思想 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时期 好 道观如礼佛驾沙 三教原来是一家 好 这张考鉴梁武帝也没通过 那达摩那张考鉴 他也没通过 嗯 所以 不是当到皇帝就可以修得很好 所以不容易 嗯 好 那 那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法像就是 在 中国唐末五代时期的布袋和尚 但是布袋和尚 他到底从哪边来 最后到哪里去 没有人知道 在历史上 也不清楚 我们都查不到他 真正的来历跟最后的去处 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契齿 但是这个名字就很奇怪 契齿 好 那 这个人呢 他的模样也很特别 这平日呢 以葬鹤一布袋 还随身用品都除放袋中 我们说这个袋子叫做乾坤袋 然后游走街上 然后就唱着说 行也布袋 做也布袋 放下布袋 何等自在 好 这句 祭呢 其实还蛮有残疾的 嗯 他在告诉人说 告诉世人说 世人的 其实这个布袋 就有点像我们的负担 每个人的负担都很沉重 我们的身上 应该说心里 都有很多的负担 压力 也可以这么讲 那个叫做压力 所以我们都是带着压力走 行也布袋 做也布袋 有一天我们能够把 那个负担 那个压力放下来 哇 那就何等自在 好 四处行起 所得食物呢 一半入口 一半放入袋内 好 这个放入袋内 恐怕 这个袋子也有 这个像冰箱那种功能吧 保护食物不会坏掉 因此大家都称他为布袋和尚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米勒祖师的法相 米勒祖师的法相 米勒祖师的法相 他除了这样子 身 身宽体盘 然后 拎着一个布袋 他还笑口常开 常对人说 我有一部袋 西空无瓜爱 展开片十方 入食观自在 这一季季又更有深的含义 这个就是讲我们的自信 放之米六和 简之退偿一命 这个老祖师的乾坤代 展开片十方 入食观自在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好好参悟的 等一下我们谈到米勒的修持法门的时候 会来谈 那这个米勒的形象 在 我们刚刚有讲到米勒到底从哪边 这个布袋和尚从哪边来 后来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 但是有记载到他 每过村庄就有很多 成群的儿童 尾随其后 互相追逐 嘻嘻玩耍 这些小朋友很喜欢他 又常将带内的物品分给儿童 为什么 因为他很慈悲 他都把里面的东西分给小孩子 那 因此呢 每到一处就有成群处勇 群同处勇相随 他变成大家喜爱的对象 每到 寒冬 都常握写中 而写不战身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那天江下雨的时候 就穿着思草鞋 在村中即行 然后遇到干旱呢 就穿着高木鸡 然后睡在桥上 这些怪异的动作 非常灵验 什么叫做非常灵验 就是说他好像气象转播站 你只要看他的穿着 他的动作就知道天气会怎样 而且不止以此 如果有人向他请示及胸或虎 他只要啃说 都非常准 就是一个奇人 很奇怪的 就是老祖是那一世视线出来的 就是因为他这么特别 所以后来 人家才会用这个法相 来当作米勒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米勒的法相 那米勒还不止 唐末五代那个时候 那后来在清道光的时候 有这个东方后十三祖的习吉南 也是米勒来映画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 道统第十七代祖 路中一路祖 他是金公祖师 也是老祖师 米勒祖师来映画 就是我们讲 米勒真经里面讲的 米勒夏世不灰清的那个 那个那一次 他要来开白羊祭言的那一次 就是第十七代祖 好 所以 不只在东方 在西方 其实也在义言 说 有一个救世主 米赛亚 这个米赛亚 他的音很像Metria 很像米勒 这个救世主 这个救世主 米赛亚会来 救世 救世主 好 那所以米勒呢 在东西方都有很重要的 他扮演的角色跟记载 在佛经里面记载 他是 在释迦摩尼佛之后要来的 算是这一节 叫做贤节里头的第五尊佛 那目前 正在兜率内宴 观看人间音言成熟之后 要下身成佛 准备开龙华三会 度回九六亿的炎佛子 那这个是 在佛经里面 有这样的记载 好 那 所以 佛经记载的米勒 而且还把它下载 下身的时间 都说 都记载下来 说是五十六亿万 七千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就会下身 在沙坡世界 这个 也就是我们这个世间 然后在 荣华树下成佛 那进行三次的度众华会 也就是荣华三会 好 那 如果按照佛经的说法 佛经的说法五十六亿万年 那很久很久 那可能我们都 这个太阳系都存在 有没有存在都不知道 那 但是 在我们道场 叫做 条件说 我觉得这个比较 合理 因为条件就是说 米勒如果 人间进度实现 他就会来 所以 弘扬了道归家气 转到山羊米勒尊 就是 在讲这一世的 老祖师 他要来 掌天盘 然后将来 要实现 人间净土 就是 开荣华三会 那 有关这一段 在未来庙典里头 有很清楚的记载 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就讲到说 老祖师 领天命 掌天盘的过程 他说领益子 都天印东土来转 错过了金公园万劫来翻 就是说老祖师这一次是最后一次 青羊红羊白羊 白羊之后没有下一个 下一个所谓的黑羊或是什么羊都没有了 所以你错过了你就没了 这最重要的一次 虽然时间比较长 那老祖师呢 到第十七代祖 已经是十三转了 到如今 非是容易 死了活活了死 又复金公 所以老祖师前前后后 下身东土 为度众生 已经经历了十三次 所以叫做死了活活了死 又复金公 金公就是第十三次 所以按照我们米勒真经的记载 那个将来老祖师就是要来实现人间净土的时候 会来开荣华三会 这整个呢 形成的一个米勒信仰 我们发现很多国家很多地方 这个米勒都是大家最喜爱 像西方国家叫做Happy Buddha 那从印度啦 中亚啦 中国啦 日本啦 朝鲜都很流行 米勒呢 甚至比其他的佛都来得受人喜爱 这个米勒信仰非常的普遍 其实这个都是在印证 将来米勒下身成佛再做准备 好 再来我们就来谈一谈 这个我们了解了音言之后 最重要我们要学习的是 米勒的法门 米勒的法门 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很适合的 末法纵真很适合的修行方式 这一个米勒雕像是在杭州灵影寺 山上有一个叫做飞来风 听说这个那块大石头是突然 不知道从哪边飞过来的 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 飞来风 然后度大人容了切人间多少事 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从 我们看到米勒法像就是这样子 好 其实这两句呢 大家熟悉的记 他就是米勒妙法的 最简单的一个呈现 就是你看他笑口常开嘛 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从 然后米勒就是给人慈爱 展现这个慈心三昧 然后他那个度大人容 就是展现那个太和 太和之气 就是和和气气的 那个包容力包容心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老祖师的这两个 那一种给众生慈爱 然后宽大包容 那一种慈悲 那一种 那一种和和气气 那种太和 度大能容 好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常听的慈心三昧 修行法门里头 老祖师很特别的就是 他的修行法门叫做慈心三昧 慈心三昧呢 因为他这个以慈为性 所以就是修的就是慈心三昧 三昧这两个字意思是说很深很深的定 就是他的心一直在这种慈悲的状态下 不会改变 好 那 那这种慈心三昧的修行法门 很适合我们现代人 因为青阳弘阳所修的那一种方式 是到寺庙道观 深山古洞很清幽的地方去修 好 但是呢 你要修慈悲的那一种慈心三昧的话 最好是跟人之间有很多的互动 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互动 不是把自己关在家里 然后在那边读 读经书啦 或者是在那边修炼 餐餐打坐啦 各种的修炼 那种 就没办法修所谓的慈心三昧 慈心三昧是要走出来 跟很多人有很多的互动 很多的那一种 就像在家里有家人 然后出来有社会有朋友 很多的公司的同事 在这种应对进退当中 修慈心三昧才是一个最好的一种修炼的那种方式 所以这个叫做在家出家 另外呢 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老祖师的修炼方法 叫做 他在世尊那个时代展现出来 就是不修禅定不断环扰 那为什么叫做不修禅定不断环扰 因为本来无一物嘛 何处惹臣癌 根本不需要有一个禅定这样子的法 那本来就 如果众生没有这个 你要说人如果没有病 就不需要吃这个药 那如果 就像本来无一物和助者尘埃一样 这是六祖慧能讲的 所以修禅定断环扰 这种功夫都是算是有为 那要进入到无为的话 那就是本来无一物和助者尘埃 那就不一定要在那边 灿禅打坐 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 尤其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炼出来的那一种 叫做烦恼及菩提 那个真正的禅定 是在洞中 在跟人接触人与人之间 你能够保持那个禅定 那种心境 不动心的心境 其实那种修炼 在人世间的修炼 当然是要有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修出来才有办法 这个真正达到所谓的慈心三昧 好我们就来谈谈 什么叫做慈心三昧 因为这个跟我们现在的修行 其实有蛮多的相符合的地方 因为老祖师你看他的法相 就是满心欢喜 满心欢喜 那个笑口苍开 那我们要 给别人 这个慈悲 这个慈就是给众生快乐 悲就是拔众生的苦 你要给别人喜乐之前 自己一定要先 喜乐 要把快乐的那种心境 培养出来 如果自己愁眉苦脸 那没办法 给人真正的快乐 有时候快乐就像撒香水 你撒出去 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意思 所以从自心喜乐开始 然后再影响到亲人朋友 然后再往外再去影响到外境 接触更多的人 甚至整个宇宙法界 都因为我的心 得喜乐 而得到喜乐 这样子 那 你说 人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人家说迎练三千 不要小看每一个人 那个心量 放开来的时候 那个影响非常大 你看老祖师 我们现在不管去到哪里 Happy Buddha 看到他的法相 就觉得很欢喜 所以慈心三昧呢 他也有个名称 叫做白光明慈三昧 或叫做大慈三昧 或是叫做慈心观 他是一种大神 大慎不大道的一种修行 一种慈悲行 那这个方法 怎么修呢 首先要先弃除一些 妄念杂力 要 要 让起心动念 都不可以有偏离这个道 或者 我们叫做妄念 不该有的念头 那种念头 不会产生出来 邪念 妄念 这些不会有 这个要先把它弃除掉 这个就是圣读的功夫 所以 要能够真正的把慈悲心 展露出来 还得要先修自己的圣读功夫 起心动念 一定都要正念很纯正 不可以有一些邪念 这是第一个 再来脾气毛病要改 叫做眼离称慧验证的念头跟想法 这个验证慧 这个是人的脾气毛病 有时候来自于七情六义 那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那个慈心 花不出来 慈心三昧就是 那个慈悲心充分的流露 而且 深深的不会改变 那个生定不会改变 就是一直都是慈悲心的流露 好 这个叫做专心致力于慈心 然后观想一切众生 普遍蒙受喜乐的三昧 那这个是慈心三昧基本的 就是说我们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那透过圣读 观想 让自己的起心动念 不要有邪念妄念 杂念这些等等 然后再进而 把自己的一些脾气毛病都要改掉 那些什么验证会 那些很容易发脾气 生气那些等等念头 都要把它去掉 好 这个是修慈心三昧的一个基本功夫 好 来我们先讲一下慈心三昧 在经典上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 有一个过去沙坡世界 一个大王叫做 痰魔流之王 那当时是佛沙佛那个注释的时代 那有一位比丘 他在修这个慈心三昧 修慈心三昧的时候就入定 而且呢 一旦入定就 放光普照 然后就被这个王看到了 这个王就问佛沙佛 那个年代的佛陀 你叫做佛沙佛 就问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的 光明的这种 这种法相出来 而且光明照一切这样的 可见他非常光明的那种 呈现出来 那个佛沙佛就告诉他说 因为他修慈心三昧的缘故 于是呢 这个国王就很高兴 他说好好好 太好了我也要修这个 因为他太伟大了 我要修习这个慈心三昧 而且生生世世要修习 他就发这个宴 很可能大家都有发过这个宴吧 不然我们今天 不会这么容易 就成为弥勒见术 修这个慈心三昧的意思 好这位呢 痰魔流之王就是慈世菩萨 后来因为他这样的发心 他就 从那以后 起心 常常就发起慈悲心 然后久息成性 所以佛号弥勒 讲到这个慈悲 其实他就是爱 修慈心三昧有很大的好处 这个是美国的 大卫霍进师博士 他们用科学仪器去测量人的起心动念 你的我们的念头 其实可以测出那个 那个CP值 他的仪器可以测量 从 0到1000 这样子的一个数值 然后我们的起心动念 正常的情况 大概在200 所以他这边讲说 很多人生病是因为没有爱 只有痛苦跟沮丧 震动频率低于200 低于200 就是低于正常值 就很容易得病 然后他进一步发现说 生病的人一般都用负面的想法 就是很多负能量 负面想法太多 人的震动频率 这个因为他用科学仪器可以测量 你的起心动念就有他的震动频率 如果在200以上的话 就不太生病 不会生病 通常这种人的频率 如果低于200以下的话 就很容易生病 譬如说常常抱怨 指责 仇恨别人 频率大概只有三四十 这种最危险 得Cancer 就是大概50左右的那种频率 那是很可怕的 好 这里他就把它整理出一个对照表 就是说人的起心动念 如果仁慈跟爱有500 等于说比正常值高了两倍半 那修行的开悟大概在700以上 所以我们天道地址很多 应该有来到这里吧 那至少我们有米勒 建属 修慈心三昧大概就是500 这里常常发慈悲心 那个叫做正能量 正能量很强 众生很容易掉到下面 200以下 因为生活太多压力 太多人与人之间的不愉快 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要去救他们 就是要先调整他们的心 心态 心念 提升到正能量这边来 西方测到最高的是德雷萨修尼 大概是700 这是德雷萨修尼 所以他在颁奖 德诺贝尔奖的颁奖会上 他一出场 前场都起立 为他鼓掌 然后久久不能停止 你看那个感动的频率有多高 所以一个人 你如果有办法像这样子修到很高的感动能量 去到哪里 很容易就 众生都会 受到感动 会靠过来 你要度他们就很容易 好 所以刚刚讲到的 这是西方 现在科学医记给我们印证说 修慈悲跟爱 对自己好处多多 我们不只心情会快乐 而且身体也会很健康 心情就会很愉快 反之如果说 常常喜欢称恩 称恨 发怒 动不动就指责怨恨 嫉妒 苛求别人的 这种人 频率都很低 所以他说 从一些角度来告诉我们 意念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个意念对人的健康 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低的话 身体健康 就会出问题 那这里给我们印证说 修慈心三昧真的很重要 因为慈心三昧本身就是 一个爱的能量的一种 修行跟培养 所以 什么是慈心三昧呢 简单的讲就是 要从观想一切众生 都承受这个喜乐之相的方法 开始 片十方就是受乐之相 从自己开始 然后再推而广之 不断不断的往外去扩充 然后把这个喜乐之相往外去扩充 这什么意思呢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譬如说 首先 我们要观想自己 就产生喜乐 一想到自己 不要就感到很悲哀 一想到自己就要充满着喜乐 就好比说 每天早上醒来 第一个念头就好感恩喔 好棒喔 今天我能够 尤其像现在疫情当头 健健康康的 今天又有道物可以办 比如说有课可以听 有课可以讲 或者是说 今天 谁要来 好欢喜喔 或是我今天要去哪里 去见谁 好高兴 那起心动念 早上起来的念头很重要 就要产生欢喜 感恩欢喜这样 然后进而呢 观想或见到自己的家人 就很快乐 跟家人住在一起 早上起来 不要看到家人 看到爸爸妈妈 或是看到孩子 就一张臭脸 不是孩子的臭脸 是自己就有一张臭脸 就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没睡饱 还是心情不好 反正就是 没有那种欢喜 欢喜心 嗯 现在要改变 改变自己 一看到人就觉得很高兴 哇看到你好高兴 有一次去到 加拿大 有一个讲师 嗯 那是讲师还是道歉 忘了 嗯 那 诶 他看到一个 因为后学去那边学习 讲课 嗯 看到一个好久没有回来的 的道歉 因为我们 有这种课程啊 他就回来了 那按理讲 我们看到这种 看到这种道歉 好久没回来 我们会很开心很高兴 对不对 哇 那也好久没看到你哦 好高兴 他不是 他说 诶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你这段时间到底怎么了 好像就质问他这样 一听就觉得 哎呀口气不好 不对啊 对啊 嗯 我们看到人都很欢喜才对 就算他很久没回来 也要给他欢喜 不要让他吓到下次根本不敢回来 好 再扩而充之 观想或见到自己的朋友 就很快乐 从家人再到朋友 那这个很重要 嗯 就是周遭的人 再扩而充之 观想见到自己不喜欢 仇恨的人都很快乐 这个就比较难了 我们说 慈心三昧就是深深的定 定在这个慈心 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算 看到我不喜欢的人 仇恨的人 我也 心情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很不高兴 一样还是很快乐很高兴 这样子 好 这个地方就很重要 他的意思就好比说 今天打开别人来讲 我们家人家人之间 有些家家庭就是 夫妻之间常常吵吵闹闹了 弄的家庭气氛不是很好 好 今天如果要羞耻心三昧 那就是说 以前可能 见到面讲的话 都很容易 有一些弄得心情不愉快 现在呢 不管对方说什么 不管我遇到的是谁 我都会用很欢喜的心 好 就说 唉 我想到的这个人 是会让我快乐的 好 当然 我的心情就会很好 但是以前如果想到这个人 我心情就会很不舒服 好 现在要做到说 就算那一个心情 会让我不舒服 不高兴的人 想到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不高兴 一样我还是很快乐 很高兴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变成说 即使自己不喜欢仇恨的人 也能够很快乐 那这个就是开始进入 真正的慈心三昧的修炼 因为慈心三昧的修炼 如果只是 见到自己喜欢的人 见到自己会感到很快乐的人 然后我就很快乐很喜欢 那个就不算什么 要见到自己不喜欢的 仇恨的人 我还能够很快乐 那个才叫做 真正的慈心三昧的修炼 然后进而呢 能够像童心眼一样 一圈一圈的扩散出去 过去所有的恩恩奄奄 都可以一笔勾销 前提一同快乐 所以为什么 这个对我们现代人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现代人 因为不是像以前 清阳弘阳 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抛掉 然后到深山鼓洞寺寺 因为现在白羊骑士 你还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还是会遇到这些人 有一些让你不愉快的 什么恩恩厌厌等等 都会有 但是我开始调整自己 就算遇到这些不愉快的 我还能够很快乐 这样子 代表我们的生活开始有道 好 接着呢 我就把这种快乐 不断的扩大 到我们基督的第七国家 整个地球 真的扩大整个宇宙 一念三千嘛 好 那你说这种修炼 会不会很难 我觉得不会呢 好 这就是起心动念 一个念头而已 如果我们常常保持的 欢喜心 就算遇到自己不愉快的 以前不愉快的 我还能够很欢喜 那就代表说 我真的有那个 慈心三昧的那种能量 就跟老祖师学的 好 再过来 度大能容 了切人间多少事 这讲的是包容 宽大包容的那种 太和气息 好 这里有一段话 这是老祖师讲的 但是 他说 有人骂老仇 老仇只说好 有人打老仇 老仇自睡倒 剃拓在面上 随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哇 你看很不容易 人家给你吐一口痰 你就让他自己干 你也不用去擦 我省力气 他也没烦恼 人家打你 你干脆我自己倒下来就好了 我们大概很难做到这样子吧 不过至少我们应该要开始学一学那种宽大包容的太和气息 因为从求道开始 师父引进门嘛 接下来修行再个人 修行的第一步就是要会 叫做 劳酸易马念无声 就是二六始终 守贤归零 守贤归零 什么意思 就是进入一个清清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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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很和谐的状态 他就有办法生生不息 所以我们求道之后 我们懂得修 先要把和气修出来 如果我们要度化众生 自己脾气很不好 那个和气修不出来很难度 和和气气的 不管你对我怎么样 我都是对你和和气气的 就像后学的云宝师 他的姐姐要去度他的一个同事 那个同事现在已经变成了点传师了 他去度他的时候有多困难 你知道吗 第一次去 还磕磕磕磕磕磕 给你奉杯茶 第二次去 连一杯茶水都没有 第三次去 就假装要扫地 就把你从门前把你扫出去 那你会不会生气 你不可以生气 生气当然就 不是修道人的那种气质 他就绕到后面从后门进来 然后就 坐下来说 感谢你 打扫了这么干净来欢迎我 那种太和 太和的正气 我们要修的就是这种 所以 天然古佛 在今年的典传师班给我们的慈悲 就是 其中有一段话 叫做启动善的种子 注入太和气息 这段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 光明正大 互助互信 沟通尊重 体谅包容 之言者 勿求被一人 亦不顾不自封 当面有正言为婉 直见之意诚 皆不作 退有后言之偏知 否则定商道义之情 有损太和之气 借之甚至 你看 佛后老师跟我们讲的很清楚 他说 我们就是大家不要伤和气 所谓的和气就是太和之气 太和之气在哪里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而且人 如果我们要处在最佳状态 就是处在一个太和的状态 因为这个天地间 生生不息的万物都是因为 他处在太和的状态 才有办法生生不息 用现在的 大家熟悉的话来讲 就是生态平衡 太和的状态 人的身体也一样 如果我们的心情不好 偏离了这个和 就很容易出问题 很容易生病 时常处在太和状态 就是一个最佳状态 就是一个太和正能量 叫做正气 天地有正气 扎然复流行 温天祥 观在天牢里面暗如天日 三年不会生病 就是因为他涵养这一股太和正气 那这个就是老祖师视线出来的了 你看他就是笑口常开 度大能容 那一种 非常的和 那种和和气气的那样子的一个太和状态 那今天讲修身其家自国平天下 就是从我们自身做起 家和万事兴影响到家 和气身材影响到人 人以人 影响到社会 影响到国家 国家 国与国之间和平 那世界和平 就是大同了嘛 所以这个太和正能量的开展 就是老祖师 很重要的 我们要去实践的 我们要去学习的 好最后呢 人间净土的实现 这就是我们共同努力的 好实践人间净土的蓝图 都在 这两部经 叫做弥勒真经 跟未来庙点 这是在哪时候呢 民国15年 1926年 老祖师回天一年之后来 借着三财 一百天都没有退敲 叫做显化一百天 跟弟子们生活在一起 只是换了一个人的身体 换了身材 但是他 事实上就是老祖师 他没有退敲 然后 或吟失或作对 那或劈泻 哇 你看他就是 几乎就是 我们叫做护活吧 只是他改了一个身体 那 然后留下了两本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他亲自口受的 米勒真经 大家可能比较熟 因为七十三句 其实他就是一个蓝图 就是未来要实践人间净土的蓝图 然后 因为用的很简 简要只有七十三句 如果你要详细的话 就要看未来庙点 未来庙点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 为什么 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多 它是米勒真经的好几倍 它就是比较详细的 把整个蓝图 纲领 都规划出来 叫做人间净土 的蓝图 在这里面规划的未来 过期跟未来 它都有规划 因为过去就是 师尊 祖师师尊师母 普渡的过程 他讲的都是先说后应 因为后学是写历史的 我们从那个米勒真经 去对照当时 这样过来的一段历史 白羊史 几乎都是在它的规划内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未来规划 有两套剧本 一个是福祝米勒成大道 一个是保佑米勒其成功 那福祝米勒成大道 就从满天星斗都下肆 各种各种的五方列星什么 通通都下来了 那这个就是 透过我们天人共办的努力 晚化结束 直接进入人间净土 但是另外一个版本呢 就很可怕了 火光落地化为尘 这个就是大灾节来了 钢峰节 所以上天呢 他呢 为我们规划的 人间净土实现的一个 蓝图呢 他保留的给我们 白羊天使 白羊天使 我们这些人 白羊天使 努力的一个 一个空间 有人认为说 反正将来一定会有大灾节 会有钢峰节 那就等着他来吧 那完后我们再来 新天新地再来努力吧 其实上天也不会给你这样子必然 其实他还保留了我们可以努力的 就是说我们比较希望的是第一套版本 就是说大家的努力 天人共办 然后呢 晚化结束 所以为什么老母这一次会下一个号召令 因为道节病将 然后希望大家动起来 愿力才能转这个业力 代表我们人 扮演的很重要角色 是决定这个天地未来的很重要角色 如果说 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大灾节来那种感觉 像钢峰节一定要来 末日一定要来 那像我们人就没有机会去晚化去改变嘛 其实不然啦 米勒真经他给我们一个人可以努力的空间 我们希望的是大家的努力 然后进入人间净土 人间净土 好 那人间净土要来的时候呢 就是条件说啦 我们大家的努力 然后米勒就会来开龙华三会 然后根据《未来庙顶》里面记载说 米勒下身的时候 不管过去现在或是未来 所有得到修道的修行者 包括你我 都将跟米勒祖师一同下身 勇戴保护米勒祖师 一起去完成伟大的使命 就是说 就算我们现在修回去了 再离天 回去离天顾家乡 但是到时候也要一起下来开龙华三会 是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不管过去 现在 未来都要来 好 那 怎么做呢 明师一指 开悟见性 所以在米勒正经里头 就帮我们规划得很清楚 他说 这个叫做收服南延归正宗 南延就是南延浮体 就是这个地球 那老祖师就直接 明师一指 超生了死 这样 就是回归南平一脉正宗 归正宗 他这个做法 在米勒正经 可能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米勒正经只有告诉我们 叫做云雷正开悟基土 然后在未来庙典里头 他跟我们讲得会比较清楚一点 其实我们人来到人世间 那个是在六万年前 从山山坡下来的 那山山坡呢 在哪里呢 山山坡就是在那个大陵山的前面 有一个坡 那个大陵山就是三座山 中间高两边低 所以为什么我们五影三前对合同 五影三就是大陵山 那当我们要求大陵的时候 就跪在佛前 眼看佛灯 所以母灯一定要高于两仪灯 而且要跪在佛前的时候 要看得到母灯 有些佛像啊 你站着看得到母灯 跪下来就看不到 那是错误的 一定要把它调整一下 跪着 跪在佛前准备求道的时候 明师要指点的时候 眼看佛灯 然后五影三就会现出来 对合同 因为我们当年就是从那个 礼天的大陵山 就是我们讲五影三 前面有一个坡 叫做山山坡 从那边下来的 那现在呢 当你要求道的时候 你跪在佛前 那你跪在佛前 就会让你 恢复到 能够想得到 哦 当年我是从那边下来的 那种感觉 叫做对合同 什么意思呢 然后我们要下来的时候 老母跟我们 定了一个合同 在那个 性子实践里面有讲 就是 老母呢 把我们的仙衣仙邪都收走了 我们很不 很 大家都在那边放声大哭 不想下来 老母就安慰我们说 好好好 我跟你定个合同好了 在末后会垂降一条金线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回天的路 这叫天花老母垂一线 那个线就垂下来 在哪里 在佛堂 所以以前的显化照片拍出很多金线 都在佛堂 其实也只有佛堂 你才有办法去接到这条线 好 那 除了合同 还有一个随身宝 所以我们来人间 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带着老母给我们的合同 还有带着老母给我们的随身宝 这个随身宝呢 就在 无影三前对合同之后 帮我们点开来 所以随身宝点来一条金约一言 到后来享清五十分法前 可见这个很重要耶 金约就是 就是 那个 金碧辉煌的一栋 很庄严的大庙 它的门 就叫做金约 以前用来形容皇宫的门 就开那个门 然后点开一言就是法院 那这个明示一点之后还传我们三宝 传三宝里头的合同 鲜交鱼 鵝和泥 两块瓦叉 这个就是合同 为什么叫做古合同 原来是六万年前下来的时候跟老母立的 哇 当然很古很古了 很久很久了 合同是什么意思呢 合同就是 像我们租房子 给人家打企业 那个合同 有两份 一份房东留着 一份我留着 我们现在搬来桃园就是这样 经常换来换去 然后就是要打合同 然后有两份 一份房东 一份房客留着 将来要对合同 上面写什么 我们要还人家的时候 就是跟着合同 合同上面的规定是什么 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我们跟老母也是 也有定合同 那老母定的合同是 天花老母垂液线 就是将来 末会垂降一条金线 让我们有一条回天的路 那老母已经依约在末后 末后这个末法之期 已经把这条金线垂降下来了 从老母主师师师母 到老前人前人 然后到典传师 到讲师坛主 这样一脉 下来这条金线 那这条合同 这个合同 跟随身宝 这两样是我们下来人间 要接受锻炼很重要的 将来有办法去应付人间的各种考验 所以求道就帮我们打开来 打开来就是传下这个三宝之志 人心渐进神佛 用之于内修 这个宝很好用 可以收束身心 降服心圆意 用之于外公 就可以降服邪魔化纵幻香 所以我要懂得用 叫做长辞念秦礼拜 长辞念就是懂得二六十中 一手玄关守玄规理 秦礼拜就是不要离开佛堂 秦礼拜 不离佛堂 不离前嫌 不离经典 这样叫做收服难言归正宗 好 然后呢 收服难言归正宗 简单的讲也叫做收缘 其实普度就是收缘 普度收缘是合起来 一个名词 有一些人故意把它切成两个 普度是普度 收缘是收缘 然后把世尊师母说成是普度 然后现在的他 他们就说成他们叫做收缘 那有些人就 傻傻的糊里糊涂 以为说真的哦 要跑去跟人家收缘去了 跑到别的教门去了 跑到别的甲祖师去了 那很可怜 要注意 其实普度就是收缘 这个收缘本身呢 就是包括三部分 一个是自信 一个是万教 一个是人间的 自信就是启动我们的良心佛性 就是我们的法身 有关这一部分哦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 继佛说华言世界里面讲到 人有三身 最重要的法身哦 就是我们的佛心本性 然后达本凡言 回归理性故家乡 理天故家乡 然后万教收缘 就是要汇通各教 一以贯之 一本上万书万书归一本 这个是白阳天使 白阳弟子要做的工作 因为各教各教都以自己的 所说的为主去否定 等于说 不太能够接受别人 只有自己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要去汇通 还有人间的收缘 天地的收束 万物的归根 人间的收缘 后写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我们很快看一下未来人间净土 未来人间净土呢 根据米勒三经的记载 环境方面呢 海洋缩减 大地平整 长满柔软清草 风调已顺 树很高 花果很多吃不完 古物丰盛 衣服长在树上任人启用 衣服怎么会长在树上 其实不是人 他是因为 以后呢 大家都晓得修 你要行功利得 变得很不容易 门口有一点点脏 可能立刻有人会拿来把它扫干净 因为这样可以行功利得 所以有钱人 他可能就开个工厂 做了衣服 然后挂在树上 路人经过了想要 把它拿起来穿 他看到你拿 他会很高兴 感谢你啊 让我有一个行功利得的机会 就像我们现在 在佛堂 有些老夫帅 来煮丰盛的晚餐 或是中餐 你感谢他 他说感谢给我 行功利得的机会 这样子 到处充满美丽的花鸟 社会呢 没有好人 好人坏人 只有好人没有恶人 那人人相貌端正 精神体态 体力都冲推 高矮一样 观念一致 这高矮一样 恐怕不容易 观念一致 这个大家都晓得修 没有贪嗔痴 以言统一 相处愉快 没有纷争 五百岁才结婚 人的寿命大概有两千岁 不过 结婚之后 如果以现在很多夫妻炒来炒去 那要炒一千五百年来 那没有修真的是很难过 所以五百岁才结婚 好 净土人间 存乐无苦 长寿无疾病 没人患罪 无华无灾 生活便利 不惜营生 衣食都可以直接从大地起得 好 就有人 就做了很多 开工厂做了很多面包啦 水啦 摆在路边 让任人启用 因为这样他可以行功利得 好 衣食 都不用缺 好 所以 人间净土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 我们很希望不要经过大灾节 钢封节来刷洗之后才进入 那十分会死掉七分 剩下三分 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老祖师的慈心三昧推广出去 把他的度大人容 太和正能量化挥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老祖师的愿 辅助弥勒成大道 保佑 弥勒其成功 实践人间净土 好 最后有一段 这一次 这是佛佛老师说的 要成为弥勒剑鼠 有四个条件 我们念一遍就结束了 礼当实践无言大慈 同底大悲之精神 以四限 米勒慈悲之化身 礼当实践海寒春意 寒垢忍辱之精神 以四限米勒大度之化身 礼当实践环老菩提 无真三昧之精神 以四限米勒欢喜之化身 礼当实践见义勇为 当人不让之精神 以四限米勒言行之化身 我们要成为米勒的千百亿化身 大家都是小米勒小技工 一起来努力 感谢天师德 谢谢我们 理老鼎然师慈悲 各位鼎然师慈悲 或许协计到这边 有很多不言满之处 叩求祖师慈悲赦罪 鼎然师各位前前多指证